大家好,欢迎来到飞飞的家 今天我们来分享辣酱拌玉米粉蒸姜豆 嫩嫩的姜豆,裹上玉米粉,蒸几分钟 浇上自制的辣酱,无论是麦香,还是味道,都是一流的 热的吃,凉的吃,都好吃 是下饭下酒的美味佳肴 现在就开始做吧 250克的新鲜嫩嫩的姜豆 掐头去尾 然后用手掐成4-5公分左右的段 像这样的 取一锅,倒入半锅水 加一小勺盐 烧开后 倒入洗干净的姜豆段 再加入一点油 煮5-6分钟 姜豆基本煮熟了,但颜色依然是翠绿的 这时候捞出,放入一大盆冰水里 让其顺速变凉 这样能很好地保持姜豆的翠绿色 取一个碗 倒入1-2杯玉米粉 加2大勺玉米淀粉 1-8小勺盐 1-8小勺白胡椒粉 搅拌均匀 放一旁,备用 在一个盘子里变一张厨房用纸 将已经凉了的姜豆捞出 放在上面 再用一张厨房用纸 稍微吸吸姜豆表面的水分 放一旁 备用 将混合好的玉米粉 倒入一个大的塑料食品袋里 将姜豆也倒入进去 然后封口 来回摇晃袋子 让玉米粉均匀地粘在姜豆上 将裹好玉米粉的姜豆 放入蒸屉里 用筷子将其拨匀 放一旁 备用 现在来调酱汁 在一个碗里 倒入一小勺姜泥 两小勺蒜泥 两小勺小葱花 两小勺小红辣椒圈 一小勺生抽 一小勺蚝油 二分之一小勺糖 二分之一小勺醋 两大勺自制的辣椒油 两大勺白开水 搅拌均匀 放一旁 备用 蒸锅里的水烧开后 将装油 放入盘子里 浇上自制的辣酱 再撒上葱花 是不是非常漂亮 吃之前拌均匀 就可以了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调制不同口味的酱汁 比如鱼香味的 怪味的等等 随意 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非常简单易做又非常健康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留言 转发和订阅支持 点击进入本频道 可以看到我的其他美食视频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 谢谢收看 下集见